刚才讲的方便力是全方位的方便力 我们是东南西北方哪一方方便 其他不方便 它是全方位的方便 所以福报无尽急 这个佛法中算这个东西 它有两层次的算法 它全方位360度假设 其实不止它全方位是球形的 所以它有上下 现在我们不讲那部分 假设360度 那么你现在只有东方 那可能只有90度而已 好 那90度跟360度 你就去掉三分之三了 假设这是举例说明 它其实不是只有三分之三而已 因为全方位的话 我们这样假设 长度是100米 那你只有一个方位的话 长度大概只有10米而已 那这个地方又缩了 又缩了 但是这个地方的缩一般人体会不到 所以我们讲心量要打开的时候 不是从一个方向一直往前走 我跟各位讲 假如你是一个方向一直往前走的时候 它一定有它的极限 一定有它的极限 但你假如是全方位展开的时候 不是单一方向 你刚开始会抓不到 会感觉到困难 可是真的一打开的时候 那个全方位是无有穷尽 所以当你发心只单一方向的时候 很容易到达极限 想要退心 当你全方位打开的时候 你没有穷尽 你不会退心 关键就在这地方 所以学佛要有完整的认知 不要单一 听到人家说什么就算什么 那这样就很容易有障碍 好